大家好 好吧 各位 扣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在摩擦的世界里滑行 而且是那种超计划的滑行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让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兴奋不已的话题 自润滑表面的大突破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小常识 摩擦力 这个宇宙间无处不在的力量 它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好朋友 也是一个大麻繁制造者 想想看 如果没有摩擦力 我们走路时就会像在冰上溜冰一样 但是太多摩擦又会让机器过热 甚至磨损 所以 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理想的平衡 这就是自润滑表面技术的由来 自润滑表面 听起来就像是某种超级英雄的装备 不是吗 这些表面能够在不需要外部润滑油的情况下 减少摩擦 这意味着 机器可以运转得更平滑 寿命更长 而且不会因为油脂而弄脏一切 这可是每个机械工程师梦寐以求的技术 那么 这项大突破是怎么回事呢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材料或者表面处理技术 它们可以模仿自然界中某些生物的表面 比如说莲花叶子上的超出水性 或者某些昆虫的表皮 这些生物的表面能够自然排斥水分和污垢 这种技术的关键在于创造出一种微观结构 它能够在表面形成一层微小的空气层 从而减少直接接触 降低摩擦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你穿上了一双隐形的滑冰鞋 让你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滑行无阻 不过 别太兴奋 我们还没有发明出让人在办公室里滑来滑去的技术 但是对于工业机械来说 这无疑是一场革命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从汽车引擎到风力发电机 再到我们的智能手机 任何需要减少摩擦以提高效率和寿命的地方 自润滑表面都能大放异彩 这不仅仅是对摩擦的一次打击 这是对摩擦的一次技术性KO 当然 这项技术还在不断发展中 科学家们仍然在努力克服各种挑战 比如如何确保 这些表面在极端条件下也能保持自润滑性能 或者如何大规模且经济地生产这些材料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自润滑表面的研究正在打开一扇通往更高效 更环保未来的大门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机器平稳运转 或者你的自行车链条奇迹般的不再需要 那么频繁的润滑时 不妨想一想 这可能就是自润滑技术的功劳 摩擦克星不仅仅是一个概念 它正在成为现实 而且可能就在你我身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磁浮奇迹 悬浮交通新材料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让物理学家兴奋不已 工程师跃跃欲试 而普通人可能觉得 像是科幻小说情节的话题 磁浮技术 及其在交通领域的应用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强大磁场和超导材料的故事 更是人类对于摆脱地心引力束缚 追求速度与效率极限的又一次奇迹 首先 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磁浮技术的原理 磁浮列车 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磁力使列车悬浮在轨道上方 减少或消除轮轨之间的摩擦 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某个古老文明的巫师 施展了一个浮空咒 但实际上 这完全是现代物理学的杰作 磁浮列车的关键在于一种叫做超导体的材料 超导体有一个神奇的特性 那就是在极低的温度下 它们能够无电阻地导电 这意味着电能可以在其中自由流动 不会损失一丝一毫 而当你在超导体周围建立一个磁场时 超导体会产生一个完全相反的磁场 来抵消外部磁场的影响 这就是所谓的麦斯纳效应 结果就是 超导体和磁体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悬浮状态 现在想象一下 你坐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摩擦的列车上 这列车可以惊人的速度滑行 而且几乎没有噪音 这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速度的极限 更是为了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维护成本 磁浮列车不需要像传统列车那样 频繁更换轮子和轨道 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接触 但是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超导体需要在极低温度下工作 通常是液氮或液氦的温度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 能够在这样的低温下工作的材料 这就像是你要去北极探险 但是你需要一件既保暖又轻便的外套 幸运的是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一些高温超导材料 虽然高温在这里的意思 可能还是要低于零下100摄氏度 但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磁浮列车的故事充满了挑战和创新 从最初的概念到现在的商业运营 它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和改进 在某些国家 磁浮列车已经成为了高速交通的代名词 比如日本的林格玛格列车 和中国的上海磁浮列车 这些列车能够以超过600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运行 让时间几乎成为了可压缩的概念 不过 让我们不要忘记 磁浮技术并不仅仅局限于交通领域 在未来 它可能会被应用到建筑 医疗甚至是娱乐行业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桌子 椅子甚至是床 都能够悬浮起来 那将是多么有趣的生活场景啊 总之 磁浮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它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更是我们对未来生活方式的一种憧憬 虽然目前磁浮列车的建设成本依然很高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材料成本的降低 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们都能够体验到这种悬浮奇迹 带来的便捷和快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智能色彩 温控变色材料登场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颜色变化 比变色龙还快的新奇材料 温控变色材料 这种材料就像是科技界的变色龙 但它不需要躲猫猫 只需要温度一变 马上就能换上新装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普 温控变色材料 顾名思义 是一种能够随着温度的变化 而改变颜色的材料 这种材料 通常包含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 比如热敏感染料 或者液晶等 它们对温度非常敏感 就像是我们人类 对于折扣标签那样敏感 这些材料的原理 其实并不复杂 它们的分子结构 在不同温度下 会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它们吸收 和反射光线的方式 最终导致我们看到的颜色 发生改变 就好比是分子们 在开一个变装派对 温度一变 它们就换上了新的服装 现在 让我们来点有趣的故事 想象一下 你有一件T恤 当你在凉爽的室内时 它是一件普通的白色T恤 但是 当你走到炎热的户外 T恤突然变成了 五彩斑斓的颜色 这不是魔法 这就是温控变色材料的魅力 你可以在朋友面前装作无意 然后看着他们惊讶的表情 享受成为魔术师的快感 而且 这种材料的应用 远不止于此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咖啡杯 能够根据温度变化 显示不同的颜色 那么你就能一眼看出 咖啡是热的还是冷的 再也不用担心 喝到冷掉的咖啡了 或者 如果汽车涂料 能够使用这种材料 那么你的爱车 就能根据天气的冷暖变换颜色 成为街上最抢眼的存在 当然 这种材料 也有它的科学意义 比如在医学领域 温控变色材料 可以用来制作温度感应贴片 帮助医生监测 患者的体温变化 在航空航天领域 这种材料 可以用来检测 飞行器表面的温度分布 确保安全飞行 总之 温控变色材料 就像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不仅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乐趣 还能在科学技术领域大展拳脚 未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或许能看到 更多更神奇的应用 那么 下次当你看到某样东西 颜色突然变了 别急着叫鬼叫怪 说不定 那只是温控变色材料 在向你打招呼呢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三个令人激动的科技突破 自润滑表面 磁浮技术和温控变色材料 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 我们对摩擦 交通和颜色的理解 还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许多惊喜和便利 自润滑表面技术 让我们的机器运转得更顺畅 更持久 而且不再需要频繁的润滑 磁浮技术 则带来了一种 全新的高速交通方式 让我们的出行 更加便捷和快速 而温控变色材料 则让颜色成为了一个温度的指示器 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趣味和功能性 这些技术的发展还面临许多挑战 但是它们已经为我们打开了 通往更高效 更智能 更绿色未来的大门 无论是在工业领域 还是日常生活中 它们都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技术有什么看法 你们认为它们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请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的奇妙世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